Meta最近在超级网上投放的广告动画 Old Friends New Fan上演了这样感人的一幕 这段动画展示了一支由动物机械玩偶组成的私人乐队 在一家名叫Questis的街机餐厅里常驻演出 后来顾客越来越少 餐厅不得不关门 导致乐队旧时分散 主唱的电子狗最开始被放到当铺等着被买走 后来又被放到了一家高尔夫球场门口当装饰 再后来被扔在了高速路边 没想到等待他的命运竟是垃圾处理场 再变成废品的赖客 多亏一位路人将其捡起并带到了太空站 来到太空站的电子狗再次看到了未来 在太空站闭馆前 一位男子把一个Quest的头衔 带在了电子狗的脑袋上 这只狗狗也借此进入了Meta的元宇宙 也一堵了Horizon Wars的风采 还在这里和原来的乐队朋友再一次相见 Meta发布广告的用意不言之名 向大众展示Meta的科技和塑造沉浸式社交体验的野心 狗狗和他的朋友们 配戴的最新Quest 2 VR头衔 售价299美元起步 这次广告宣传活动正值该公司转向元宇宙的起步阶段 Meta股价上周暴跌 Meta的收益报告显示 其利润下滑幅度超出预期 小扎在上周的一次电话会议上告诉投资者 虽然我们的方向是明确的 但我们前方的道路似乎并不十分清晰 其实Meta的硬件卖的还不错 上个圣诞假期 Meta的Quest 2头衔大卖 Akilos应用在圣诞节当天在美国APP Store下载榜登上了榜首 其下载量超过了TikTok 与此同时 Quest 2也成为这个圣诞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超过了Xbox和PS 不可否认 Quest 2发售后一下就占据了VR一体机的头把交易 尽管Quest 2上市才一年多 但Quest 3似乎已经在开发之中 扎克伯格曾明确表示 一个全新的VR项目正在进行 据预测 Quest 3将配置光场图像功能 因为它更有助于创建逼争的世界 此外 Quest 3可能支持更先进的手势追踪技术 例如兼容触觉反馈功能的PS5 DualSense手柄 可使玩家获得更加身临其境的沉浸感 扎克伯格曾表示 Oculus VR将从游戏变革开始 之后将彻底改变数字社交互动场景 成为未来人们二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三体作者刘慈欣曾表示 人类的未来只有两个 要么是星辰大海 要么是虚理现实 但如果在走向星辰大海之前 成立于虚理现实 那对人类来讲将是灭顶之灾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 人类之所以需要虚理世界 是因为现实世界太过于残酷 现实世界有太多的束缚 来自道德的束缚 来自法律的束缚 来自经济条件的束缚 而一个全新的虚理世界 没有那么多束缚 可以做自己在现实世界 不能做的事情 我们下期见